不要眨眼,看这里,3,2,1 你没看错,我手里拿的竟然是折纸 欢迎来到脑洞公传部带你填脑洞大开的手工 这是我最喜欢的创意折纸之一 非常好玩的机关弹出键 而且一张纸就能折出 不需要任何其他辅助装置 让你随时随地秀一把 我们直接开工 建议大家使用15厘米正方形折纸 但面画纹的最好 这样键刃和把手有两部分颜色 比较好看 我这里未来演示清楚 使用大一点的正方形折 折法都是一样的 前面步骤很简单 我这里慢动作演示 到这一步把这一边折过来 这里保留一厘米的宽度 背面对称到一样的位置 原尺寸的纸也是保留一厘米的宽度 接下来继续步骤 到这里把前面折过的部分打开 我们看一下纹理结构 有三圈三角形 我们把最外一圈折痕 由三折变成骨折 然后收成一个像是三角的容器 再走到连接里面一圈三角形的三角连接线 用手指从下方顶着折上来 三个角都一样方法 这样很自然就剩最里面的三角形部分了 然后从上方用一个手指把这个三角形往下压 很轻松的折叠起来了 另一面也是一样的方法 到这步从中间打开 把两个角折到同方向 把一侧向上打开 让这条折痕与中线重合折过来 然后再压平 另一侧对胜做法 完成后我们把一侧展开 找到这个折痕交叉点 用手指在下方把凹点顶成凸点 然后把剑刃头部按折痕反折 下方按折痕再收回来 其实有折痕并不难收 大家慢慢来 完成后看一下背面 把鼓起来的这部分压平就可以了 另一侧对胜做法 一样这个点顶上来 其余按折痕收回来 之后回到正面 把手这里再简单处理几步 把这个肩按折痕反折到内部 再整理压平 完成后再把剑刃的部分折到下方就做好了 换回原比例15厘米的正弯形纸 折出就是右边的效果 不同的单面纸能折出各种效果都非常好看 接下来教大家弹出机关的手法 首先剑刃折下来 然后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轻捏这两个位置 反过来后把剑刃向外挪一些 让这两个手指的这两部分面积 越小的去固定剑刃越好 这样会比较容易弹出来 然后反过来 用这两个手指 给这个中间位置一个轻微挤压的力 就可以弹出剑刃 是不是非常神奇 这个手法还需要大家一定的练习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